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学们大家好 今天为大家介绍线科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线科禁业方面的特征 线科的植物通常是草本植物 那么它的叶可以是对生的叶 像这个是对生 对生 对生 然后也可以是附生的叶 这两种是附生的叶 这是它的敬叶的一些情况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它的花 它的花可以组成头状花絮 也可以是碎状花絮 每朵花都非常小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线科的果实 现科的果实呢称作是包裹 包裹跟瘦果像类似 它的果皮跟种皮都是分开的 都是很容易分离的 但是包裹跟瘦果不同的地方呢 就在于这个外果皮呢 瘦果是这种比较坚硬的 像夏绿葵 瓜子 它是属于果皮比较坚硬 而这个包裹的这个果皮呢 它是比较脆 比较薄 这个是它们不同的地方 但是果皮跟种皮呢 它们都是容易分开的 那这个是线科的这个果实 是属于包裹 往往这个果皮呢比较亮 然后这个果实也是很小的 一颗一颗的果实非常小 那么这个是属于这个机关花 那么它的这个果实是这样的 那其他的线科的果实呢 也同样是包裹 那这是线科的果实 那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下机关花这种植物 那么机关花的话 它的特征的话 就是它的花絮呢 是头状花絮 头状花絮呢 呈现这种机关状 呈现这种机关状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然后它的叶片呢 是附生的 叶片也是比较亮 没有毛的这种情况 那么药院部分呢 是它的这个干燥的这个 这个花朵 这个机关花的这个花朵干燥以后 可以药院 那机关花药院的话 可以起到紫带 紫血 紫粒 这样的一些功能 所以说它有很好的这种药院价值 这是机关花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线科里面的代表性植物的 另外一种类型 称作是空心莲子草 那么空心莲子草的话 顾名思义呢 也就是它的浸杆是中空的 把这个浸杆一掰开 你就看到里面是中空的一个结构 所以说把它称作是空心莲子草 它的花呢 是白色的 有点像莲花 所以说这里面是莲子草 花瓣呢 是五个花瓣 白色的 然后是长在浸顶 长在浸杆的顶端 这个是属于空心莲子草 那么空心莲子草呢 它也是可以药院的 可以治一型脑炎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功能 但是它是一种露青植物 通常就是在田间作为杂草的话 它就长得非常疯狂 所以说要清除它也是比较难的 这是空心莲子草这种植物 再为大家介绍一种叫土牛西 土牛西这个名字里面带有一个牛西 也就是牛的膝盖 那么为什么叫牛的膝盖呢 它因为这个结这个地方 往往会盆大 形成一个牛的膝盖的那种样子 所以把它叫做土牛西 然后它的叶片呢 是对生的 在杆的肌部这个地方 除了经常会形成这种盆大之外呢 同时它还会是带有紫红色的 杆的肌部是紫红色的 然后这个是它的碎状花絮 这碎状花絮呢 这个每朵花都很小 而且花开完以后 这个花的这个花被片就缓折 紧贴着这个花肘 所以说看上去就 就贴在一起 这个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个是土牛西 土牛西的话 它也有行器沥水 以及荷药的这种功能 这是土牛西这种植物 接下来呢 为大家播放一下 土牛西的野外视频 现在是2017年5月底6月初 我现在在福建农林大学校园 今天为大家介绍一种草本植物 叫土牛西 因为这是现科的植物 然后它的叶杆 这个地方往往会有一点红色 很多现科的这个叶饼和静杆都带有一点红色 就像现菜一样有一点红红的 然后另外呢 之所以叫土牛西 有个膝盖的西 就是因为它这个静节这个地方 有点盆大 像牛的膝盖 所以叫土牛西 然后这是现科的植物 叶片是对身的 叶的边缘 基本上是全圆的 然后静杆和叶片带有一些毛 并不是光亮的 这种植物也有一定的药苑价值 歌诀表示的话就是 野生白根土牛西 活血去瘀与通经 咽痛白喉 愿疑疾 这是就是它可以越来治疗咽喉准痛 以及还可以活血去瘀的这样的一些功能 这是今天为大家介绍的现科的植物 叫土牛西 今天现科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